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农业气象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天气上面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礼拜四开始 水气会稍微变多 因为有一些南方的水气 会来到我们台湾附近 所以云量会变得有点多 甚至有些地方会有局部 零星的短暂暂雨 所以提醒大家 礼拜四开始天气会有一些转变 但是真正转变比较明显的时间 会大概是在礼拜五的时候 而且从礼拜五开始 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也会慢慢的陆续有些水气增加 或者是冷空气南下 尤其是在下个礼拜一开始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这个冷空气可能会越来越强 那么在这两天天气的话 礼拜四基本上白天各地 还是舒适到温暖的天气 但是夜晚到清晨 温度会稍微有点凉意 另外今年的第一号台风 布拉湾在1月3号的时候 已经升成了 算是这个也是凭了 过去最早台风升成的这个记录 那么预计这个台风会逐渐往右南移动 对我们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 就在农林榆木的小丁丁 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们花莲地区 这个瓜类 豆科跟茄科作物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白粉病 那么这个白粉病的话要特别留意 是比较容易从每年的11月12月开始 到隔年的梅雨季之前 是这个白粉病比较容易蔓延的时候 那么要如何预防 第一个就是说在施肥的时候 不能只施这个偏氮肥 可能要注意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肥料 另外的话就是要提醒大家灌溉的时间 通常呢在中午前后 可以这个给它比较充足的水分 但是在入业之后要提醒大家 可能就不能灌溉 不要给它太多的水分 这样子的话反而可能会造成 这个白粉病是更严重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尤其我们花莲地区的话 这瓜类豆科或是茄科 最重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白粉病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的蔬菜盛产时期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像这种这个蜗菊 或是像我们高丽菜这样子的 这个植物的话要留这个低温 会造成一些损失 那么这个低温的话呢 最主要就是说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尤其大概是从周末开始 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会慢慢的陆续 有一些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尤其是这个东北季风增强 风数比较强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有这样子的造成这样子的这个损失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 那么主要可以预防的这个方式呢 第一个就是说透过这个胶 这个胶部的话呢 帆布呢可以去挡风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透过灌溉来这个土壤 来保持这个土壤 让它的温度呢 不要一下子降得太低 我们来看一下 在外几天天气预报的话呢 上面可以看到这个礼拜四的时候 天气还没有太明显转变 但是有一些水气北上 礼拜五慢慢的有一波 这个北方的冷空气 跟这个封面云气南下 所以天气会有一些转变 那么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呢 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降温到下个礼拜三 礼拜四的时候呢 可能还会再有一波更强的降温 所以提醒大家过去几天呢 礼拜三礼拜二之前呢 这个天气都算是相当的晴朗稳定 但是礼拜有开始之后 尤其在银风面 北部东北部东漫步地区 所以转成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 甚至我们中南部地区 云量也会变多 可能也会有局部零星这个 短暂雨的机会 但是未来变数还是有一点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未来几天要持续关注 最新的天气的这个预测 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情况的话呢 礼拜四基本上就是 南方有些水气有点上来 那水间是比较晚的 到礼拜五的话呢 慢慢的这个水气会比较多一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全台湾可能 都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 但是主要还是比较容易集中在 银风面就是北部 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未来四天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礼拜四还不是很明显 礼拜五慢慢的就会增加了 包含我们中南部 大家可以看到都有机会 因为这个图的话 是上面颜色越深的地方 代表雨会下到越明显的地方 到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 会比较着重在我们银风面的 北部跟东北部 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央山脉附近 这个山区可能也是有机会的 所以要特别的留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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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